那接下来我们讲这个Symbols 那Symbols的话是这样 Symbols的话基本上 简单的解释就是说 一个Symbol它就代表了一个Value 可是这个Value呢 你可以保证它永远是Unique OK 那这个Symbol呢 其实是一个Primitive Type 而且是新的Primitive Type OK 所以我们之前讲说 JavaScript呢 除了那个Null跟Undefined外 基本上就是Boolean跟String跟Number 对不对 这样子的Primitive Types 那现在多加了一个 就叫做Symbol OK 那简单来讲呢 就是Symbol呢 这个Type的Value 都是独一无二的 可以吗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要怎么Create一个Symbol呢 这个可以用这个 所谓的Factory Function 就是我们之前看 我们Create一个Number的话 我们做Type Conversion的时候 Create一个Number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接一些String 然后CallNumber括号 对不对 那这边的话一样 这边的话你可以Create一个Symbol 然后后面呢 你可以Optionally的接一个String 你也可以不接这样子 可以吗 那有没有接呢 不影响这个S1跟S2真正的值 可以吗 你不知道那个值是什么 但是你只能Guarantee 是S1跟S2呢 是Primitive Type 而且它放的值呢 是Unique的 OK 所以S1呢 永远不会等于S2 可以吗 所有的Symbol之间都不会互相等 可以吗 Even他们在这个 这个Construct的时候呢 他们的这个给的这个String呢 是一样的 这个String只是用来Debug用的 就是你在Print的时候 你可以Print这个 把这个KeyPrint出来 你可以知道说这个String 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可是这个S1的值永远是Unique 可以吗 那如果你在这个Code里面 你试着打打看 然后你对它 比如说CodeConsole.log 你就会发现呢 这个Symbol包含它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字串 会不会Print出来 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Debug它 但是呢 那这个你去看它的Type呢 比如说S2它的Type 它会是一个新的这个Primitive Type 叫做Symbol这个String 可以吗 然后呢 这个S1S2 那你去对它们做这个 这个Equality的这个Check 那永远会是False OK Even这个S1S2 他们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 Constructors给的这个String 是一样的 可以吗 这只是用来Debug用的 好 我们来实际上试试看 好不好 比如说 我们刚刚改这个Module1 我把这个Module1这边的这个 这个Variable 那原本是String 对不对 我把它的这个 这个 变成是Symbol 好不好 好 然后 这边给这个Module1 这样可以吗 所以Module现在变成是Symbol 好 那这边的话 我要怎么把它Convert成String呢 因为这个 这个前字号里面 只能吃String 对不对 所以我这边要Core这个 ToString 这样子 可以吗 好 那Core完了之后呢 我Save一下 所以 等这个WebPad帮我Compile Compile完了之后呢 我们Refresh一下 好 你就会发现 这个Symbol的值 被ConvertString 那你可以看到 当时你在Constrate这个Symbol之后 后面的这个Debug 这个Tag 可以吗 这是完全是Debug用的 好 所以 你如果今天让这个Symbol 去跟另外一个Symbol compare的话 你会永远得到False的值 可以吗 好 那这边我相信 有些同学就会觉得很confusing 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要Coreate一个这种独一无二的值 同一时间呢 你还可以在Coreate的时候给一个Debug这个Tag 然后这个Tag呢 不见得是独一无二的 对不对 这到底在搞什么 这个有什么用处啊 你Coreate这种东西 好 事实上是这样的 Symbol在某一些情况之下很有用 那其中一个我们蛮常见的情况 就是这个MixIn 顺便提一下 就是说 这个Symbol你如果要用的话 你需要Bevel的Polyfill 不过我们之前已经装好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边不用做什么事情 这样 好 那 它很常用的就是一个叫做MixIn的这个情况 什么是MixIn呢 比如说 我今天我们假设好了 比如说今天 我在我的这个System里面 写了好几个这个Class 有User 有VIP 有Student 有Teacher 有Professor OK Whatever 就是反正写了一个 一个 一个Project 然后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这些Class OK 好 那写写写写写写写之后呢 我发现呢 这个每个Class 那我现在在开发的过程中 我需要Debug这样子 OK 那这个Debug呢 我可能会需要这个 对每一个这个Class的这些Instance 或是某一些Class的Instance 我让它可以去增加一个这个Function 然后这个Function 然后这个Function是做什么事呢 这个Function是去Log它的所有的Properties OK 所以呢 我今天就可以写一个MixIn 这个MixIn呢 是一个Function 然后它吃一个Object OK 然后它做的事情呢 就是去这个Object里面 OK 然后呢 去看看 它的里面的某一个Property 那这个Property是MixIn Log定义的 好你这边红色的部分 你先暂时把它想象成是某一个PropertyName就好 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释是什么意思 好不好 就是说这个MixIn 希望对传的这个Object呢 去增加一个Method OK 好 比如说这个Method可以叫做Log好了 因为它就是希望这个每一个Object都有Log 这样OK 所以它可能可以用Object 然后中括号 然后这边写一个Log这个Stream 对不对 然后让它等于某个Function 这样可以吗 那这个时候你就直觉想就是那就很好啊 那这每个只要传进来这个MixInLog一下 这个Object就会出去之后就会好像 这个FunctionReturn完之后就会好像 这个Object有了一个Log这个Method 对不对 然后这个Log这个Method里面做的是 就是把Property呢 Iterate一遍 对不对 然后把每个Property的名字 Print出来 好 那这样有什么问题呢 好像不错啊 对不对 所以只要让这个Object带进这个MixInFunction 那这个Object好像就被增强了一样 就多了一个LogFunction 那当然啦 这样子是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 有一个情况是这样 就是万一这个MixInLog 如果它当时在给的这个Function的名称 它叫做Log 那但是这个好死不死呢 某一个Class 比如说User好了 它原本就有一个叫做Log的Function OK 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会发现这个MixIn 它在给这个LogFunction的时候 就把原本User所定义的那个Log 就怎么样 就覆盖掉了 可以吗 它就把它Replace掉了 那这个在Java又是允许的 你懂的是吗 因为一个Object Create出来之后 你可以对它的Profit 对它做真真简简 这个是OK的 所以你就会 很可能这个MixIn呢 就把原本的这个Function 就覆盖掉了 那原本你写的Code 可能有一些其他Code 会depend上这个Log的Behaviour 这个Log的Behaviour OK 那这个Log的Behaviour 那现在被MixIn破坏掉了 OK 换成这个了 OK 那这个时候呢 那你的Code就有bug了 OK 因为原本要Expense 还是要做什么什么事情 现在不做这件事情 你的Code跑起来就怪怪的 OK 好 那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你把红色的这个东西 写成是就是这个样子 OK 就是我刚刚讲的嘛 就是这个MixIn呢 只是加一个Log function 对不对 好 然后给一个Implementation 这样子 对不对 乍看之下很简单 可是会有一个潜在的问题 就是Name Conflict的问题 可以吗 那这个时候Symbol 就可以拍得像用藏的 你可以让你的这个MixInLogger呢 这是一个MixIn 对不对 他做的事情就是把Logger MixIn到一个Object 对不对 好 那你可以让这个MixInLogger呢 本身有一个Property 有Pewsic叫做Symbol的Property 好 然后它里面存什么呢 就是存一个Symbol 这样 然后这个Symbol呢 你可以给它一个Tag 叫做Log 就是说这个东西 我原本是要取名叫Log的啦 但是呢 我又希望这个Log呢 永远不要跟 有机会呢 跟原本的Class 有任何的Name Conflict 所以它的概念是Log 可是呢 我希望它的值呢 是永远是一个Unique的值 可以吗 那这个时候 你把这个Unique的值 assign给这个MixInLogger 点Symbol 然后在你的Function里面 你去Reference这个Symbol 那你就可以确保 你MixIn的这个Property 它的值呢 永远是Unique的 也就是说呢 它永远不会跟 现有的这些Object 被Augment的这些Object 就是被这个增强的这些Object 任何一个Property Name Conflict 就破坏了这些Object的 这些Behaviour 可以吗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那这个Symbol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你就看一下它的Tag 哦 原来它叫做Log 所以这个东西 原本是你想要取名叫Log 可是因为你怕这个Naming Conflict 所以你用Symbol 你确保呢 它代表的是Log 但是它永远是Unique的 可以吗 所以这个在MixIn的时候会有好处 那这个MixIn呢 你们有时候在写Code 有时候多多少少会用到 就是你写了一个很大的Code 那你需要呢 对某一件事情统一的做一些处理 比如说做Log 你要让所有的Object都可以做Log 都可以Print一件事情 那你就可以写一个这种MixIn 那这个时候Symbol就会有好处了 可以吗 好 所以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比如说你create这个User 好 那这个User呢 那你带进这个MissingLog 这个Function里面 那这个User带完了之后 这个User就有一个Log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call这个MissingLog的 那个LogFunction 而不是原本的LogFunction呢 你就callUser中括号 然后给它这个Symbol 可以吗 它就逻辑上代表Log 然后你就会可以得到 这个Function原本要做的事 可以吗 好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Symbol的用途